現在我們第三次跟大家說說 中國現在去到另一個階段 基本上中國現在已經沒有絕對貧窮人口 我們說已經去到一個基本上小康的社會 可不可以變成強大 那個機會有多少 還有仍然有沒有可以增長的地方 第一,現在中國人均的生產力 仍然是其他國家的百分之十幾 中國現在照外匯計算 生產總值未夠美國多 仍然只有80%左右 中國是美國的四倍人口 換句話說,中國人民平均的生產值 只是美國的百分之十七左右 我們看回歷史上面 是當那時的一個正在上升的經濟 它跟當時經濟最好的國家相比 人均的生產總值是人均的百分之十七的大把例子 包括日本、德國、四小龍等等 在這些地方,我們發現 在那個時候 那些地方仍然可以維持百分之八 至百分之九的經濟生長 維持了將近二十年 我們不要說那麼多,我們不要說維持二十年 我們就這樣說,追上去,我們再維持多幾年 根據林毅夫的計算 他就說,大約去到二零二百年左右 那還有八年 這八年,我們是絕對有可能維持百分之六 別人說的是百分之九、百分之十 我們現在低調一點,因為人家打壓我們 我們要辛苦一點,百分之六 如果我們中國能夠維持百分之六的經濟增長 以現在中國佔全世界貿易之中的百分之十七 換句話來說,我們對中國的百分之六 對全世界來說,幾乎是百分之一的增長 而世界上平均的增長是百分之三 換句話來說,未來的八年 中國的經濟推動力會佔全球經濟增長的百分之三 三分之一左右 因為中國的六個百分之十七個百分之一 大約是一個百分之一 一個百分之一 而全球只有三個百分之一 所以基本上所有三分之一的世界經濟增長會來自中國 因此中國可以舉足輕重 西方國家相信不想將中國禁死 禁死中國,世界的經濟增長會打一個大折扣 尤其是現在中國是在供應鏈上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 因此第一,從傳統上 一個平均來說 人均的生產力是當時最先進國家 百分之十幾,不夠二十 這些國家的發展經歷來說 是可以連續再連續二十年的經濟發展 那麼現在我們打完數之後 林偉夫計算到最少去到二零二八年 如果去到二零二八年,到目前我們還有百年時間 這是第一,第二就是中國現在已經在供應鏈上最齊全 中國在工業上最齊全 而中國的學者、科學家、研究者 亦仍然是紅心搏別,非常依疑深 所以中國可以維持這個爭取 絕對沒有問題 中國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在國內本身都存在了一個人均的生產力差異 沿岸地方比內陸地方還相差很遠 當中國內陸地方的人均追上沿岸今日的人均 我們已經的經濟總量提升了很多倍 就是說中國現在是有機會在未來的起碼八年左右 是可以維持百分之六的經濟增長 但是當然還有一個外面的問題 中國自己本身努力發展 但是如果外面的環境很差,會怎樣呢? 這個就不在這個系列說了 不過我今天會跟大家做完一段影片 講完就是外面大風大浪 怎樣大風大浪發 由現在先講回中國國內來講 現在林毅夫的結論就是 我們未來的八年 維持百分之六的經濟增長 是絕對可以做得到的 只要我們可以繼續走自己現在的路 中國的富強 或者說中華民族的復興應該指日可望